最近民間和地方採購疫苗的話題 討論度變得很高 指揮中心在5月28號 也公布了地方和企業申請輸入疫苗的流程 後來又宣布疫苗採購仍然需要由中央直接向原廠採購 指揮中心的說法是依據藥事法和傳染病防治法規定進行的 但最近又有前衛生署官員出來說法律不是這麼規定的 到底關於疫苗採購的規定是怎麼寫的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新聞小知識喔 包括郭台銘和佛光會等民間企業和組織 都有意要從國外購買疫苗來捐贈 5月28號指揮中心公布疫苗輸入的規定流程的時候 只提到文件審查和後續使用的部分 隔天卻改口說民間和原廠聯繫完成後 需要由中央直接簽約才行 大家就來那有這樣的管道 如果能夠提出一個原廠直接的一個授權 那表示它有東西 有東西 那相關的證件來 那接下來就應該由政府 因為開始由政府在審查 政府做相關的一些審查 所以接下來就政府來審查簽約 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並沒有直接回應 記者提問法員依據的問題 而衛福部的新聞稿則是引用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 和要事法第48之二條的規定 說明中央的權責 不過事後 前衛省署的官員陸續出來否定這個說法 認為不需要由中央簽約也可以進口 我們就來看看法律到底是怎麼寫的吧 我們來看看衛福部引用的兩個條文 首先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 寫到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和計劃 是中央權責 其中有包括預防接種 意思就是中央有權利定出接種的政策和計劃 但沒有明確寫到疫苗採購或輸入的規定 再來看到藥事法第48之二條 規定了中央主管機關可以用專案核准特定藥物輸入 也就是說 這條規定讓疫苗可以經過中央專案核准 就不用先取的藥證才能進口 但這項規定中 只有說中央核准沒有限定只有中央才能執行 也正因為如此 前衛生署的官員們才會認為依據這條規定 是不用中央簽約的 除了剛剛講的這兩部法律之外 我們再看看其他相關的法律 有沒有提到疫苗採購的規定 為了補充藥事法第48之二條 有一個特定藥物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 其中都只有提到專案申請的方式及審查的規定 還是沒有提到需要中央直接簽約 唯一比較接近的是這次的新冠肺炎特別條例的第七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 得實施必要的應變處置或措施 但也沒有特別針對藥物進口有明確的規範 綜合以上相關的法律內容 其實都沒有疫苗必須由中央直接向原廠採購的規定 指揮中心的說法應該可以說是 有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帶 再整理一次重點 指揮中心說疫苗採購需要由中央簽約 但是藥事法、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 都沒有規定疫苗需要由中央簽約 新冠肺炎的特別條例中 只有寫到中央可以實施必要的處置或措施 一樣沒有規範疫苗簽約的流程 因此指揮中心說要中央簽約 算是有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帶 以上就是本集的新聞知識戰 你覺得疫苗的採購到底要不要由中央簽約呢?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有什麼想說的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